各位觀眾 友誼閃電狼的 Slam劉彥宸選手 上一個回合 真的打得非常地精彩 是擊敗了 同樣來自友誼閃電狼的 HEISER柯玉鳳選手 其實上一個回合 一開始他其實有被鬧到 一開始其實HEISER 狂戰士過去有佔一點優勢 不過Slam還真的是穩抓穩打 在前一個回合落敗方 選下一個回合的地圖 所以HEISER呢 他落敗他選的這個地圖 是貝爾十一姬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來看到這邊貝爾十一姬 來到五點鐘方向 現在這邊看到這個藍色 藍色的神族 是友誼閃電狼的HEISER 好 兩岸圖來到對點 來到十一點鐘方向 那現在螢幕上看到 這個是友誼閃電狼的Slam 是紅色的蟲組 先請捨備談一下 落敗方HEISER他選這個圖 你推測有什麼樣的用意 沒有 其實沒有 沒有辦法選那個 剛剛那張那個突然間 雅其龍荒漠 沒有辦法選雅其龍荒漠的情況之下 我剛剛今天就開玩笑 兩場重打神 第一張地圖就是雅其龍荒漠 我就說 就是聯盟中幫你們神族選好挑好圖了 你們不用擔心 就是不用擔心輸了選圖 先幫你們第一張選好 但是你們如果又輸了 你們就沒有辦法選這張了 你們就要好好來覺得要選什麼圖 這張地圖其實 因為這張地圖窄口很多 所以這張地圖其實滿適合神族選手 打一些戰術 其實也不用說打戰術 就算紀錄中後期 立場的一個施放 這張地圖都是一個 算是滿好放的 因為很多窄口 很多斜坡 所以這張地圖 我覺得對於神族來說 雖然沒有雅其龍荒漠 來得這麼好 這麼友善 但這張地圖也算 還不錯的一個選擇 所以他也不能跟下一場的 說那個 下一場 下一場是 DS對上Fly 這是今天非常大家矚目的焦點 過去同隊的隊友 現在是不同隊 DS到TT耀曰太陽神去了 Fly還是 HIGH SPIDER選手的對戰 也不能跟下一場說 你們那場的雅其龍借我選一下 先拿來用一下 對…先借用一下 不然我分你一張旋風 第二次說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這張 我要雅其龍荒漠 分你一張貝爾什荒漠 不過一開始 蟲竹10連紅色的 還是下了二礦 打了裸霜 這場比較偷 那這邊的話 在開局打裸霜 那 HIGH SPIDER選擇 單兵營開礦 那 在開局上 10連已經是取得了一個 不錯的一個 對 算是小小的優勢 這個開局已經取得了一些優勢 那主要看 因為經濟非常非常好 而且時任這邊 算是比較特別的是 他先下了瓦斯 他可能想先提狗樹 他要把狗樹先生出來 讓自己可以 再針對對方 如果打一些 3BG前牙 4BG前牙這種時候 有狗樹比較好守 不過上一回合的比賽 我就說前面 這個所謂也有講 海時一開始的狂戰士 一直過去 是有取得一點優勢 但後來在中期 為什麼會整個情勢逆轉 對 我覺得海時這邊打了一個 算是滿有趣的一個戰術 打一個 基本上他在 前面一個3BG前牙之後 雙方的工兵 那波打我來特別看一下 兩邊都是40 和40隻工兵 接下來其實 海時就停工兵了 海時停在44 然後開始44還45 然後瘋狂的開始爆兵 所以我們看到他補到 7BG出散追 然後不斷的要做潛壓 結果在那個timing點 我覺得施練制 真的是斷後面的水晶 斷得太漂亮了 對 連續幾次 他也知道對手的意圖 因為他發現 他有發現對方 奇怪 你沒有開山礦 你沒有開山礦 那一定是要打我 他現在你一定要打我 那一定會有水晶塔 他就不斷的 用翼化蟲的一個機動性 不斷的去抓掉 對方的一個水晶 不斷的抓掉 而且海時實上 對方的陣型是已經 就是整個亂掉 然後再一鼓作氣鋪上去 對 那其實在拖延 對方水晶塔的時間點 家裡面就爭取到時間補兵了 對 其實這真的是 非常非常關鍵 那個翼化蟲這一個 他後面的一個騷擾 我覺得是上一場的 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亮點 對 而且好像四 五次 人家在建水晶塔 一次建兩個 都還是被破了 被翼化蟲咬掉了 被破取消 這邊也先祭之門 要走先知了 現在其實在神打蟲 你要野建築物真的是 尤其是這張地圖 不是四人圖 這張是兩人圖 你要野真的是 很帶種 在八點鐘方向這邊 對 因為蟲竹 一般來講都會 狗會到處去溜 對 那這邊竟然在這邊放 放一個星際之門 飛機要出空軍 這邊 斯林這邊沒開礦 特別留意到 斯林這邊沒有開礦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 這邊在抱蟑螂了 蟑螂出門了五隻 在抱蟑螂做錢壓 六隻 那這邊 六隻 對 這個蟑螂錢壓 後面配捕狗 後面應該是要捕狗了 斯只有一隻在挖 這邊打了一個雙礦一波 基本上應該就是要抓 對方單兵營開礦的一個 算是兵力的一個空窗 如果你要打一個3BG錢壓 你就死定了 這個蟑螂配狗 入完客你的一個 完客你的 狂岸室 沒看到嗎 但是蟑螂如果 這個名道到底 然後蟑螂成功燒得到 對手 還是蟑螂會拉回來就 要手 要死手 有動 OK... 嚇死人了 果然是 對 不過 蟑螂也已經到了職練家 對 這邊 蟑螂也到了 蟑螂在發呆在冰漫道 蟑螂很忙 蟑螂好忙 這真的很可惜 因為你蟑螂 立刻打開 你是可以先抓到對方隻 你是可以殺死對方隻 後來就開始殺公兵了 你一個盾爹 你就殺不了對方 對 而且要逃命了 對 開始逃命回家了 那這樣的話 這一回合已經是 應該這個已經是處於一個 很窘困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打一個野兵 但是對方就正面一波 其實是完全這個 剪刀石頭布 是出剪刀 遇到了石頭 哇 哇 那個蟑螂 愛吃什麼就吃什麼了 對 後面還在補兵 那第一隻先知 沒有選擇守家 還是選擇騷擾的情況之下 你如果又沒有騷擾到對手 基本上就是死去了 好啦 那這個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就Hold住了 就是Hold住點公兵了啦 對 不過他那隻先知見識 真的來不及控 因為家裡這邊太忙了 這邊因為太忙 他在丟立場 他那個失誤是關鍵 關鍵性的一個失誤 不過家裡面爆炸 其實基本上 就算有騷擾到肯定 也還是會輸啦 好 結果呢 還是打了GG 所以是由SLAB 三戰兩勝出的比賽 直接以2比0 帶走了比賽的勝利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看DS對上FLY